今天是我们深圳特辑的第多少期来着 是一期海滩特辑 你们看过海贝王应该知道 有一个叫海上餐厅的地方 我们要知道就是海上餐厅 但是不是海上餐厅 是海上餐厅 在海上吃最新鲜的海鲜 它是把海鲜都养在海里 你想吃什么它给你捞 非常的新鲜 活蹦乱跳给你踏踏踏了 那么今天 我们就决定去品尝一下男友鱼排 味道到底怎么样 Let's go 先打一个电话 喂 你好 喂 你好 老板 我们是侠姐介绍了 我们到码头了 好 现在我过去了 好嘞 有没有戴口罩那些 都戴着呢 都戴了 我过去 现在过去 我的场合是331 331传号是吧 对对对 马上就过去 好嘞 没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吧 没有暗号的 好的 你看看我的全白色的 就可以上来了 好嘞 好嘞 好 老板再见 没有暗号 没有暗号 Let's go 咱们去海边等了 哇 看这么快吗 一会跟那司机师傅说一声 他们开慢点 我怕你们受不了 别一会儿到那一边吃一边吐 我坏了 来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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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那辆吗 批行斩鸡的 是 是 是 强技鱼排 您好 对 朋友介绍来的 Let's go 哎呦 来电话了 来 你好 哎哎 到了 到了 哇 感觉有人湿 衣服要湿了 是帅的 哦 金毛 哎呦 挺帅的 开船了 开船了 扶好啊 孙姐 扶好 得扶好 咱们在后边容易建起波兰 哦 哎 这个船是这样 哦 咬的 换花 真不得风吹 感觉特别好 感觉跟坐过山桌似的 大了 这还挺大 这么快 这 快拿啊 这个 上级就大了 到 到这了 到这了 哎 好吗 来吧 哎 好了 哎呦 啊 这好近啊 那边就是那个码头 咱们笔直的开过来了 看到了吗 那边就是码头 哦 是 让你过一下引 是 就完了 哇哦 这种鱼是能吃的呀 甲三刀鱼的 甲三刀鱼 哦 他就这么着 你想吃哪 他直接给你捞上来 真 真 真 啊 这 哇哇哦 有香 有馅 有馅 有馍 哦 这是您家菜单是吧 我菜单 哦 他们家菜单在这儿 东兴斑 芝麻斑 东兴斑没有 东兴斑没有 老虎斑 老虎斑你搬就吃饭 哪个好吃啊 我们第一次来 可能老虎斑比较好吃吧 我们来吃老虎斑 老虎斑 有袋子 有袋子 袋子 我一个 五 来 一直来一个 我们吃了点吧 这么大个 也不是太大吧 就是有壳比较大 又有壳也要这么大 行 来四个袋子 海胆炒饭来个大的 海胆炒饭 海胆炒饭 要中的都够吃了 哦 中的 行 那来中的 海胆炒饭是那个 老师这人的推荐 老师 对 闭点 就是说 他在炒饭特别好吃 南奥特色 南奥特色 还有什么特色 你给我们推荐推荐 还有那些 鲜香鱿鱼 阿姨有鱼是吧 鲜香鱿鱼是吧 您觉得够吗 我们这么多啊 咱们这菜一个炒饭 应该再点几点吧 再点一个啥 好宰斤蛋是吧 好宰斤蛋 行行行 好宰斤蛋来一份 行 差不多了 好的 再来一瓶天地一号 我直接在这边等着就行了是吧 好的 谢谢 Let's go 刚大了啊 第一道菜 辣炒花果 这是先捞上来的 是先捞上来的 但看着不是特大 而且它这上面空格挺多的 这时候炒的菜市面都掉下来了 开放 给大家看下这肉啊 看着跟咱们在北京吃的差不多 大小也不是差不多 但它这不辣 而且好多沙子呀 他说这种海鲜怎么让它吐沙子 是给它逛晕了 逛晕了吗 对 给它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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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然后它就火热的时候 它就会把沙子吐了 对 它有晕船是吗 对 是 不是晕船 真的 真是这么多的 晕框 对 关下来聊一聊 虽然沙子挺多的 但是它不行 咱点吃没了吗 点啊 我可以 没点 啊 没点啊 送三个小菜 胖上米虾酱和萝卜 虾酒专用 再一个是拌饭专用 再一个是喝粥专用 三种不同的酱料 代表三种不同的功能 看这双架飞成器心了 哇 它生菜好慢 平常咱们这拙鲜小饭 都不会动的 来了 这是 袋子 袋子 一袋子 蒜香鱿鱼 蒜香鱿鱼 我在这儿都吻 说是是 哇塞 先吃蒜香鱿鱼 这鱼怎么这么嫩呀 相对于我的口感来说 还是有点大 倒点酱油 倒点酱油 倒点酱油炸 أезд friends 好吃 好吃了 有点刺身那个味儿 是吗 咱们看袋子 一人一过 它有一什么那样 袋子其实挺小的 上枝也这么大过来 你看袋子里边一层蒜泥 然后就上面敷一层小葱花 尝尝 真不会在钢刀上来 非常新鲜 比咱们那袋子好聊多了 对 咱们那袋子感觉 吃着嘴里它有跟你较劲似的 对 切嚼的 切嚼的 好歹心的 何为好歹 就是生蚝仔 生蚝的孩子 你看 这一块 这就是生蚝仔 我还真好吃 生蚝给的挺多 它一块这差不多两三块 对 再留一点不够 稍微蘸一点点酱油 哇更好吃 稍微蘸一点点酱油 别蘸多了 蘸多了就全是蘸多味了 老虎斑 你看尾巴有一种老虎脑子 斑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咱们里边最贵的菜 对 它一斤是100多 它是清蒸的 它说清蒸的鱼 才能保留它最完美的鲜味 尝尝 感觉没什么刺 全是大刺 这鱼的口感真不错 但清蒸的没什么味道 然后吃着它鱼的鲜味和口感 这个老深圳人推荐 海胆炒饭 中粉88元它给的真不少 黄粒的全是海胆 都黄似的 全是海胆 海胆炒饭听着好贵啊 尝尝 反正海胆炒饭里 就放点油放点盐 盐也不多 没什么味道 淡淡的酱油炒饭那种 对 非常大的酱油炒饭那种 我觉得这家哥 我应该再浇点酱油上去 一半是好吃的 跟着它的尬要来 OK 最后再来一个豪宅炒饭 盖在上面 哇 一半 哇 哇更好吃了 嗯 倒要来一遍吃 特别凉 主要是酱油的比例 酱油的比例 对 注意啊 不要过猛 不要过猛 就要跟着鱼排的晃动来夹 就要跟着鱼排的晃动来夹 诶 不做不做看 你看 只有自然的力量 大自然的溃度 真不一样 那不一样 主要是这个酱油 哈哈哈哈 最后来的 是这辣 绝对大 还故意的吧 来点来甩尾 快点快点 哇哇 哇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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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这放了一堆鱼排 你发现没有海辣 你看那个青龙岛那边什么的 这不是都有辣吗 那边还玩呢 拿背充一下去 在抗衡 哈哈哈哈 对抗 对 对抗 我觉得你都会对抗吧 我那会跳巨狗 啪啪啪啪啪 就会拍出来 隔筒 行啊 我们最后一口 坐下来 坐下来 好吃 哈哈 真不错过来 坐 拍叫 听到吗 行啊 吃完了 点评一下 总体来说呢 他这还是挺便宜的 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用吃饭的形式非常的稀有 所以他有衣 特别像那种香港电影里那种感觉 就会聊一些事情 老百姓 吃不到的 吃不到的 刚才问那个老板说 也可以带你出海大鱼 八百块钱一网 捞多少吃多少 但是这也挺看命的 这比有堵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我们有科学打办法 给这个南澳鱼排打一个 4.3分 咱们花了826 因为熟人介绍给抹个链 800 人均花了200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 吃的就是都是大补 最关键的 它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就是用连云带逛的 然后说你还吃那种感觉 非常的屌 行 接下来是在深圳市南澳镇 协夏村码头 到了店连 行 今儿就这么着 下回带大家吃别大 大家